这边客人气喘发作 你们可以帮忙送一个吗 气喘发作 你们打19了吗 KTV干部赶紧叫住警察 就客人优先 气喘发作 现在要送往中国医医 朋友和KTV员工 一人一边扶着朱信女子上警车 她气喘发作 整个人脸色发白 你深呼吸一下 你不要那么激动 你深呼吸 朱信女子在后座传到 上气不接下气 传名声相当急促 谁听了都紧张 警察一边引导她呼吸 一边鸣笛按喇叭 三分钟内抵达医院 让一下 那个气喘发作 麻烦一下 朱信女子气喘严重 下警车还亮相 差点跌倒 赶紧送她进急诊室 其实送一保住一命 只是K哥 K到气喘发作 实在是用生命再歌唱 她蹲在这个角落 远景看到朱信女子时 她早就难受到 跑出包厢蹲在电梯旁 同行朋友也吓一大跳 马上打19 但看起来情况危急 等不了救护车 KTV员工马上拦警车救援 呼吸困难 发出很大的那种气喘声 我看对面刚好有助典警察 请警察送医院比较快 事发在除夕当天中午 22岁的朱信女子 和朋友一行四五个人 从清晨六点就开唱 一路唱到快中午 马拉松式的欢唱 持续五个多小时 朱信女子突然气喘发作 走出包厢 蹲在大厅角落 加上气喘多年没发 所以也没把习露记带在身上 远景上前见女子 眼色发白 无法站立即兴昏厥 医师补充剧烈运动 或情绪变化过大 都可能引发气喘 建议患者要放肝心 投入唱歌前 还是要衡量身体状况 免得高音还没飙上去 提早取终人散 TV主任将军 罗一新台中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